自卫生科学局宣布召回三款治疗高血压的绿沙塔药物后 本地综合和私人诊所今早开始出现 前来咨询和换药的公众 记者学术会报道 记者上午7点多走访育郎综合诊疗所 发现排队等候求诊的公众当中 有些是特地前来咨询换药或要求退款的 74岁的林天宋服用降血压药物Losatas已有约两年 原本8月复诊的他 在获知药物所含致癌物质超标后 决定提前到诊所找医生咨询 在卫生部建议下 诊所配给患者的药量暂时限定在一个月 以确保所有受影响的患者都能获得所需药物 新保集团旗下的综合诊疗所还特设专区 协助受影响患者 国立健保集团综合诊疗所授询时则表示 已透过手机简讯或书面方式通知患者 私人诊所也同样接获不少询问 除非是长期服用 不然的话不会到对身体会造成什么伤害 如果是服用超过70年的话 那这个药物可能会增加这个致癌的一些机会 会比较高一点点 当我们解释后 他们都会比较放心一些 卫生部指出 为确保供应充足 公共医疗机构已额外订购了 不受影响的绿沙坦药物 预计会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内 陆续运抵我国 并预留一些给私人医疗业者 以满足所有患者需求 新潮明新闻记者薛书慧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